体谈故事会 我是大嘴 最近李皮又出事了 被中国人怼惨了 关键是这怼的还有点冤枉 怎么回事呢 都知道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之后 李皮因为战绩不力被下课了 下课完了之后回到了意大利 接受了意大利一个媒体的采访 媒体的这个人就问他呀 就说你对这个你执教的中国队失利 你是怎么看的呢 李皮当时说了三句话 这三个失利简直是太致命了 到现在也解释不清这是为什么 哎呀他们真是一点责任感和荣誉感都没有 这句话一说被媒体抓住之后传到中国来 中国人那是一片哗然的 都在怼他都在骂他骂声一片 著名评论员董璐在他的个人微博里边说呀 没有责任感没有荣誉感这个定义下的很有意思 如果没有责任感我就请问 打菲律宾的时候有没有责任感和荣誉感 打乌子别克斯坦的时候有没有责任感和荣誉感 打泰国的时候有没有责任感和荣誉感 如果没有那当时你为什么用他们 如果有的话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没有了呢 哎呀紫西一旅这个董璐这个思路 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怼的就是对呀 所以说中国的球迷在董璐的带领之下 把这个李皮的老家都骂出来了 骂的那叫一个惨啊 有热心人就把这个李皮采访那个原版视频 扒了出来一看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李皮是用意大利文回答的 用意大利原文一看 好像跟我翻译过来的截然相反 尽管发生了三个致命的失利 但是国家队是一个整体 对于个人责任感呢 我也不想谈什么 可是为什么传到中国来截然相反了呢 有热心网友把那个原文从这个翻译软件里边一翻译 哎呦哦这一切全是翻译软件的国呀 只要输入的翻译软件翻译过来就跟我们媒体说的一样 但只要是知道意大利原文的翻译过来 那就是李皮这个意思跟这个完全相反 所以说李皮并没有说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卸到中国队员的身上 懂路怼的也有点不知所以然 咱们怼的确实有点冤枉人面 甭管怎么说吧 中国是一个整体 那么中国国家队再烂 那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孩子 我们自己的孩子犯了错 自己打自己骂都没有问题 别人李皮他好歹怎么也是一个外人 你来说我们自己的孩子 那我们绝绝不绕 哎呦还是护子心切 中国人再烂 那么中国人照样爱他 那么你觉得李皮挨骂冤枉不冤枉啊 我是大嘴 体谈故事会 咱们明天接着聊